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中国足球的头等大师呢,肯定是国字号的队伍正在备战亚运会 期待在家门口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些队伍备战国家队比赛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这个中甲球队俱乐部这边 却传来了一个球员离世的噩耗,让很多球迷非常难过 据媒体报道,最近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的官微呢 发布了通告,他们说到啊,俱乐部一线队员任江龙在最近因为生病 医治无效,于北京时间2023年9月17号的晚上9点半离世 走过了他短暂却精彩的一生 据了解啊,任江龙尽管说啊,这一次去世呢 让很多球迷十分的意外,但实际上呢 他在此前身体就已经是有一些不舒服 一直是带着伤病在进行比赛的 这两个月以来呢,他真的是非常的敬业 所以最终离世的话,可能对于俱乐部来说呢 并不意外 当然有些球迷或许会非常的疑惑 为什么任江龙生病呢,还要进行比赛呢 这或许可能和他的病因有很大的关系 据了解呢,他这一次的去世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癌症病发 最终呢,只能够和球迷告别,和他热爱的足球告别 而他之所以带病比赛呢,估计也是希望能够在自己人生最后一段路呢 把他的精彩的一生留在赛场上 不得不说令人非常的疏远奇迹 接下来和各位球迷来简单分享一下任江龙的出生地 以及他这些年的征战履历 通过网上的资料可以知道任江龙是辽宁省大连人 今年35岁,失职后卫 他的职业生涯呢,曾经在北京巴西,梅州客家等等一些俱乐部效率过 在2015年加盟了黑龙江FC 在2022年里一队,那么在这一个球队里面呢 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放在里面了 2023年加盟辽宁省阳城市之后 在中甲出场了14场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是7月份 那么从此之后呢,就一并不起 并且最终离世 那么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 在看到了这位球员突然离世之后 一方面很难过 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比较伤心 就像刚刚所说的 好像在几个月之前才看到他上场比赛 谁会想到在场上 勇敢奔跑的这么一个勇猛的球员 居然会在几个月之后突然就杀手人寰 确实是难以令人接受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希望啊 用他们俱乐部的一句话 来赠送给任江龙 希望他一路走好 俱乐部呢 在他的一个通告当中呢 这么写到 愿天堂还有足球 没有伤病 没有疾病 一路走好 安息吧 我们的好兄弟 所以我们也希望任江龙 能够一路走好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其他的 集业运动员来说呢 也应该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因为其实从今年开始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已经不是第一起年轻球员离世的这么一个消息了 在此前呢 很多年轻球员也都接二连三 因为车祸等等各方面的原因离我们而去 那么可以看到呢 确确实实让很多球迷十分意外和震惊的 所以其实对于其他年轻球员来说 在踢好自己职业连赛的同时呢 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身体安全 只有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和健康呢 他才能够走上更高的职业巅峰 才能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